各位弟兄姐妹 本主日是秉年常年期第十一主日 今天弥撒的读经和福音 主要的是要向我们传递两项讯息 一是天主的慈悲 一是人在信德中 对天主慈悲的依赖与回应 今天的路加福音 就是以一个非常美丽 极其优美的故事 来向我们传递这两项 彼此相联系的讯息 这是一个关于耶稣 他如何透过对罪人的宽恕 而向我们展示出天父慈悲的面容 同时也让我们看到 一位充满信德的罪妇 他如何以信德来回应 耶稣的慈悲的美丽故事 这则美丽的故事 是以剧中剧的方式呈现出来的 一方面让我们看到耶稣 他如何帮助他眼前的人们 一方面也帮助我们聆听福音的人 能够更心领神会 今天福音所要传递给我们的讯息 在这段福音里出现了两组人物 一组是实际的 一组是虚构的 而每组各有三个人物 实际一组的三个人物 是罪妇 法利赛人西满和耶稣 而虚构的一组 乃是耶稣针对他眼前的实况 所讲的比喻中的三个人物 也就是欠五千银币的人 欠五百银币的人 还有就是债主 事实上 这两组人物是相互对照说明的 这对照说明 可以使我们更加明了主耶稣的心意 更明白福音的讯息 在两相彼此对照下 我们就不难看出主耶稣 就是那位宽敏债务的债主 法利赛人西满就是只欠五百银币 就自以为是义人的那位 而那位妇人是一个罪人 相当于那位欠五千银币的人 这三个人代表了三种 在罪恶面前持守三种 不同生命态度的人 第一种是罪妇 他因罪的生命景况 而让自己陷于死亡的痛苦之中 第二种是法利赛人西满 他因为骄傲的生命景况 所以自以为义 因为自己可以判断别人的神明 第三种是耶稣 他因为仁慈 所以疼惜任何人的神明 而特别是因罪而被灼伤的神明 首先就让我们来看看这位罪夫 他以忧伤痛悔感恩与敬畏的心 站在耶稣的身后 而没有坐在席上吃饭 因为他的生命急切于比食物更重要的东西 他知道自己的罪过 并且深深地感到罪恶的压力痛苦 至此他心中产生了一种 罪得赦免的强烈渴望 因此他不顾周遭客人的眼光 而放声哭泣 但他所留的是悔改的眼泪 而他的哭泣声 是对耶稣的生生感激啊 西满 这位主人没有准备水 让耶稣清洗脚上的尘土 然后这位不知名的妇人 却是用泪水来为主耶稣清洗双脚 甚至用当神奴隶效忠主人的方式 以头发来擦干耶稣的双足 西满 这位主人撕掉了礼数 没有给耶稣行接纹理 然而这位众人眼中的罪负 却是不停地侵污耶稣的脚 西满这位主人 没有准备由来覆抹耶稣的头 然后这位不请自来的罪夫 却是以珍贵的相依 覆抹耶稣的双脚 是的 弟兄姐妹们 罪夫的生命因罪而痛苦不堪 但在他不堪的痛苦中 我们却是见识到了 他的信德与爱情 虽然他对自己生命中的罪过充满了痛苦 并且因此而哭泣 但是他并不将自己关闭在他的痛苦与眼泪当中 他走到耶稣跟前 对耶稣表现出极大的信赖和关爱 因为他对耶稣的慈悲充满了信心 而这种信心让他不顾自己在别人心目中的观感如何 毫不迟疑的就对耶稣显出信赖与关爱的举动来 因为耶稣的慈悲为他的生命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大改变 把他从罪恶与愁苦的红桃巨龙中挽救了出来 因此他不顾一切而来向耶稣表露出他这番治恩报爱的爱情 现在再让我们来看看西满这位法利塞人 他具有法利塞人严谨不苟的特质 因此对这个有罪妇人的放荡不拘感到震惊 而他惊讶主耶稣对这个妇人的态度 绝对不亚于他对这个妇人行动的惊讶敬意 这法利塞人把自己包裹在自以为义的大披肩里 对自己的良善尊严跟社会地位感到相当自豪 而且相当自满 因此他不仅看不出这位罪妇的举动有什么好赞美的 反而对他做出了无情的判断与无情的批评 而令这位法利塞人之所以严厉判断这位妇女 利由无他 正因为他是一位罪妇 这种先入为主的观念 让这位法利塞人西满 对这位妇女的善举视而不见 漠不关心 他早已经把这位妇女看作是万恶不赦的罪人 而他认为自己跟罪恶的妇女是不同类的 他认为自己离天主比较近 这位法利塞人不仅判断了这位妇女 甚至连耶稣也连同判断进去了 他邀请耶稣做客 或许是对这位先知怀有好奇心 想要了解为何群众这么喜欢跟随着他 现在他终于找到一个能够证明群众 根本就是错爱耶稣的理由 因为假如耶稣是一位真正的先知 那么他应该知道 既然他知道 他就不会允许一位罪妇来触摸他 所以既然他让一位罪妇来触摸他 那么由此可证 耶稣根本就只是一名江湖囊中而已 法利塞人洗满的心真是齐心可意 我们再来看看第三个人物 在宴席当中第三位突出的人物 当然就是我们的主耶稣 他是天主子 他是全知的天主 他能够看透西满和那位犯罪女子的心思 他来世上就是要来拯救罪人 不仅是要拯救怀着信德 认识自己的罪的这位妇人 他也要拯救那自以为是 自以为义的法利塞人洗满 因此耶稣不仅介入这位妇人的生命中 他也要介入洗满的生命中 因此耶稣终于介入到这两个人的生命里 耶稣原本能够向西满辩解澄清 自己其实是知道这位妇人是罪妇 来频繁西满对自己所形成的负面形象 他尽可以对西满这样说 我知道得很清楚 这个妇女是一个罪妇 我当然知道 可是耶稣没有这样做 如果他那样做了 他的介入不仅无法拯救这名妇人 反而对他会造成不幸的后果 而把他逼迫到一种灰心上市的绝境死角当中 而让他觉得自己受到了歧视 被人唾弃 而从另外一方面说 西满也可能会因此而得意的误解 耶稣的原因 以为耶稣在赞许 以及肯定他的法利塞人的那个虚伪作风 然而 这些都不是耶稣的本意 耶稣的本意 是要他们两个人 一个都不识弱 为此耶稣便以他的上智 开口讲了今天福音里的这个比喻 比喻中有三个应对耶稣 法利塞人和罪负的人物 一个是债主 两个是欠债的人 显然这个债主是个慈悲之人 因为他无条件地开恩 豁免了两个无力偿还债务的人 事实上弟兄姐妹们 耶稣就是以这个比喻中的债主 来比喻他自己 因为我们生命的一切都研制于他 他是我们的造物主 我们每个人都亏欠了他的债 而且面对他如山的众恩 我们人凭自己的力量 是毫无能力清偿的 一如这两个欠债人一样 在这两个欠债人当中 其中一人欠五千银币 耶稣以这个人来比喻罪负 因为耶稣明白 西满心中的意念 直到西满听了比喻之后 一定会认为 这位女人 就是那位欠了五千银币的人 他自认为胜过那个罪负十倍 他虽然知道自己或许也是个罪人 但觉得自己远不如那个女人坏 而这两人中 其中另一人是欠了五百银币 只是前者的十分之一 因此西满大概会哭泣 充其量 我也只不过是那个欠五百银币的人罢了 比起那个罪负来 我的罪微不足道 只有十分之一 然后弟兄姐妹 事实上 罪没有大少之分 不论是西满的假冒伪善 或是罪负的堕落败坏 都是罪 无论大罪或小罪 我们都得罪了天主 而无论大小罪 只要怀着如同罪负一般的信德 信赖天主的慈悲 并且真心悔改 那么天主 他随时等着宽恕舍命我们 是啊 耶稣的比喻 除了让我们感动 以及领略天主的慈悲之外 耶稣的比喻 还为我们留下了三个 让我们深思熟虑的问题 这些问题 也在挑战着我们每个人的生命 第一个问题是 他们之中哪一个更爱在主呢 面对这个问题 西满承认那蒙赦免越多的人 必然也就越爱在主 事实上 主耶稣正是要借由西满口中的答案 让他对自己的施言行为 包括他对这个妇人的论断 对主耶稣的怀疑 以及那么轻忽客人的行为 等等等 自己施行审判 反省自己不仅错了 而且错得又多离谱 所以当耶稣的一句 我告诉你 他许多的罪都得了赦免 因为他爱得多 那得赦免少的 是由于爱得少 这诚然一语道破了 法利撒人西满 爱得少的不堪生命景况 同时这比喻的真理 也藉由这句话 而给我们每一个人 带来幸福灌顶的挑战 挑战我们去反省 我究竟是哪一位 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 你看见这个妇人吗 这个妇人在西满的眼中看来 只不过是一个封城女子 一个因生活堕落而失去灵魂的人而已 但是耶稣的文化 确实要让西满看到他原来的目光中 所看不到的 他看不到什么 也就是透过这名罪负 那令人目瞪口大的行动 而所显现出来的信德 他的信德是如此的单纯 毫不怀疑的信赖 毫不怀疑的接受 耶稣的慈悲 他的信德是如此的充满 恒常的信心 而不是凭着一时的激情 跟冲动而已 所以他可以穿越害怕 穿越拒绝 穿越自卑 穿越判断 穿越歧视 穿越那不确定感 等等 而勇敢地走向耶稣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们 你 你看见这位妇女了吗 最后一个问题是 这个人是谁 竟然赦罪 因为除了天主以外 谁都无法赦罪 一同坐席的宾客 对主耶稣 凭什么能赦罪的 百般疑问 耶稣既没有辩驳 也没有解释 只于一句话 回应了这些人的疑惑 同时也作为 这整个事件的结论 耶稣说 你的信德救了你 安心回去吧 这句话 无意就是在向我们启示 他就是天主 在人肉身中的彰显 他是天主圣言降生成人 他运用了他 作为天主的权柄 宣告这位犯罪的妇女 获得了自古以来 所隐藏的奥秘 也就是天主所预许的 白白赦免 白白恩赐 而他之所以获得这荣宠恩幼 不是因为他的眼泪 也不是因为他亲吻耶稣的双脚 更不是因为他带来的相依 而是因为他的信德 就因为他单纯的相信 耶稣的慈悲 凭着信心信赖耶稣的怜悯 所以获得了重生 脱离了悲戒 拥有了从天主而来的尊贵生命 是的 弟兄姐妹们 我们人因为原罪 而无一例外的 都是破产的欠债者 我们之间不论是最好的 或是最坏的 我们都无法清偿罪灾 那若是我们愿意怀着信的 来到主耶稣跟前 那么无论你是那位罪服 或无论你是那位法利塞人心满 他定要立即赦免我们 因为他在十字架上 已经为我们承担了一切的亏欠 债务 因此弟兄姐妹们 就让我们凭信心 单纯的信告天主吧 当你觉得生命 因的罪而正处于风雨飘摇中 相信吧 相信天主正在垂顾着你 或是当你的生命 因的罪而掉落在 无法逆转的虚无时 相信吧 天主正居其中 与你同伴同行 或是当你的生命 因的罪而成为 忧郁的俘虏时 相信吧 弟兄姐妹们 相信天主正在显明 他的宽恕与释放 或是当罪的终极果实 结果也就是死亡 正令你感到惊慌恐惧的时候 相信吧 相信天主不要 使你的生命重新复起 而我们之所以敢相信 利忧无他 因为天主许诺了 相信就会有生命 阿们 首先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